当整个世界都以整容为美 追求极度的精致 大V脸高鼻梁时 你是否也会动摇呢 小宇虽然年纪不大 但一直对美很有执念 笔下的人物 就是他所认为的美 妈妈拿过一看 很满意女儿的审美 是个好苗子 将画挂了满满一墙 可惜 女儿长大后 没有遗传到妈妈的美貌 脸太圆了 整个泡菜国都找不到 比她更丑的 不还有一个人除外 闺蜜 两人互相抱团取暖 约好要一起做整形手术 畅想将来变美之的模样 自信满满地带上画册 拿给医生当模板 谁知对方翻了一下 就说 这手术做不了 小宇不明白 这么大的医院 怎么可能不会做呢 言下之意 穷鬼别来 学生哪会有钱 被拒绝后 希望落空 小宇不想搭理富二代闺蜜 静止回到家 赶上吃晚饭 听他们在讨论 隔壁邻居都给小狗安排上整容了 还丧心病狂 做了切身带手术 感情这人不如狗啊 这一家人都是大V脸 各顶搁的美 不是我瞎说 这正是泡菜国当红的审美 但小女儿还是天然脸 问妈妈要钱整容 姐姐说她年纪小 先好好读书吧 但她就是想再拍毕业照前 有个漂亮的模样 她自己不也早就整了吗 气不过 不停和姐姐顶嘴 妈妈听不下去 让她自己出钱 绝了小宇的念头 气氛有些尴尬 爸爸啃鸭脖啃的正香 还在状况外 看大家都不说话 低头干饭 问女儿怎么了 她心灰意冷 跑了出去 想约闺蜜一起聊聊天 才发现 在自己走后 她默默做完了手术 还问自己好不好看 闺蜜竟然也背叛了她 小宇崩溃的逃离现场 不然一定控制不住 会当场泪奔的 漫无目的地走在街头 撞到了路人 果然 哪里都是漂亮好看的人 全世界就她最丑 自卑地戴上帽子 想与外界保持距离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墙上的小广告 吸引了小宇的注意 整容医院在招募志愿者 可以免费做手术 希望再次燃起 你敢去没有资质的整容医院 免费做手术吗 女孩参加了志愿者项目 费用全免 但是要签署免责合同 她虽然知道这不可靠 但为了抓住唯一的希望 还是决定赌一把 因为这个世界审美畸形 全员追求极致的刀削脸 长得丑的人 顶着很大的压力 小宇又没钱 只能铤而走险 躺在手术台上 等待再次醒来 能彻底改头换面 迎来耀眼的心声 手术过程很快 转眼就到了拆纱布的时刻 这张脸 完全就是天才好吗 真正的脸蛋天才 连妈妈都自愧不如 顶着这张脸 成为顶流出道都指日可待 突然有个声音响起 不停地在呼唤小宇 似乎有情况发生 妈妈被吓得不断后退 画面一转 手术台上的小宇 还没拆线 满脸渗血 手术宣告失败 这家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全都埋头干饭 吃到一半 女儿回来了 戴着个帽子 也不说话 就这样静静地坐在那里 过了许久 他们才察觉不对劲 纷纷抬头看向小宇 大家的表情若有所思 电影给出了开放式结局 有种说法是 女孩已经死在了手术台上 医院害怕承担责任 找了个人顶包 因为大家都整容得这么彻底 压根也分辨不出来 第二种说法是 女孩只能顶着失败的脸 面对今后的人生 想也知道 在这种黑心医院里整容失败 这脸的毁成啥样 被可怕的审美绑架 是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美帝行事有千万种 强加在他人身上 是不可取的